我是你的教练杨诚大臣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教练杨诚大臣 今天是解惑节目 感谢大家的一直来支持 反正第一时间的解惑节目 一定是在微信公众号杨诚大臣更新 没有关注公众号的 记得早一点关注一波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解惑 那第一位球友是练的一个全场的步伐 这个球友就是我小时候 我经常教练经常会骂我这种 你都在磨羊弓 就是首先我要搞清楚我的步伐的目的是什么 是肯定是我在打比赛的时候用我的步伐 对不对我不可能在吃饭睡觉休息的时候用步伐 但大家看这个步伐的训练 整个给人感觉非常的懒惨很懒洋洋的 不知道好像在度假 但其实真正的打比赛的那个时候 速度和这个紧张程度会比这个大得多 那你在训练当中 你不按照比赛要求去来训练 你比赛打不过别人 那是肯定的 对吧 那如果说我去练一个全场步伐 我一定会很精力集中的 来保证的我一个很低重心的一个这个启动 那我的步伐如果是我练防守步伐 我会很快速的 你下手的 桥拍带动胜利 下手的 有机会起来进攻 非常加速 我一定是会很集中的来去练这个东西 那比如说我是要练这个 进攻的 那我就会多一些前后 撒上网的加速 这种配合 后退前进的配合 我会多一点 就是要搞清楚你的步伐练的是什么东西 而不是像这样 跟在度假一样 佛系练步伐没有意义 好吧 还是要结合于实战来做这个训练 好 那就现在来欢迎第二位球友 那第二位球友这个视频里面有两个人 那就我们就欢迎第二位和第三位球友 他们两个都是练的一个沙球 动作还有一点像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教练教出来的吧 然后 其实整个动作发力我觉得还可以 就是有一点来说 就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他们没有用上腰的力量 那怎么用上腰的力量呢 我要示范一下 什么叫做不用腰的力量 就大家看我这个力量 会都在我的手臂上 我的手臂跟我腰是同步的 这个就叫没有用腰的力量 就是我手臂为主 这个胯是顺带着我的手臂也带过来的 那这个时候我的腰部的力量 肯定是没有传递到我的手臂上了 我肯定是 还是相当于用手臂力量为主 用过来而已 对吧 那什么叫做用上腰的力量呢 这个大家可以感觉到我的腰的力 会比我的手要快一点 来 会 近 腰会多一些 腰会近的比手臂快 近腰 要把这个近腰的动作做明显了 这个很重要 一个是你需要多挥拍 去多扔球 去多练挥水瓶 让感受到这个身体的律动的力量 而不是全部都靠手去捶 好吧 这一点我在前期的教学中有多次说过 再请出第一次位球友是一个美女姐姐啊 就是这个动作还是蛮标准的 我说实话 就是一看就是有教练在教 其实你的问题跟上面的两个人的问题 我觉得都差不多 我觉得现在的好像大部分的教练 在开始教基本功的时候 不太注重于这个扔球啊 架拍啊和这些训练 我希望说在刚接触羽毛球的时候 你需要多练一些扔球训练 就是拿球去扔球 为什么扔球呢 就比如说我来扔球 给我两个球 如果我很明显的告诉你 我用手去扔 我扔不远 但是如果我架好 我用这个身体的力量扔出去 我可以扔的特别远 这个发力 腰部发力就是这个道理 明白吧 就是我是用手扔的远呢 还是用整个身体扔的远呢 肯定是用整个身体扔的会远一些 对吧 你这个动作没有问题 就是在这个连贯上 我希望你能多练练扔球 然后感受到这个下肢带动腰 腰带动手 这个整体的力量输出的这种感觉 如果找到这种感觉的话 对于后面的进阶训练 会更有帮助 我希望你能够采纳我的建议 然后今天的解惑就到这里 我的解惑是第一时间 在微信公众号阳山大神更新的 希望你能够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多羽毛球教学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阳山大神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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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